那以电话进行诈骗的澳门骗局在城市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又卷土重来了 武器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今天又再一次提醒民众真的千万千万不要上当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澳门骗局是怎么个骗法呢就要留意了 警方表示这些诈骗集团呢他们会伪装成各种的执法单位啦 银行啦或者是讨斋公司那就打电话给受害者 然后就会通知你说哎你欠钱了或者你可能被冻结户口了 过后就诱骗这些受害者呢转账到指定的户头 所以警方就呼吁民众真的不要轻易把自己银行资料传给其他人 而澳门骗局呢在今年首八个月啊就在全国狂骗了两千多万令吉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沉寂一时的澳门骗局照片集团再次裹跃 估计阿曼商业虽然调查局总监阿克里沙尼特别发布一告 欲请民众盛访 该部门数据显示警方至今年的一月至八月份 一共开档调查了六百四十九宗澳门骗局 涉及的金额多达两千一百四十万令吉 副首相阿姆扎西今天早上为社区学院 牙医健康活动主持刊幕仪式之后 指示公共服务局检讨专业领域的薪金制度 以避免更多国家人才外流 尤其是医疗领域的专业人才 哈喽 你想说什么 嗯 棒棒哒 有没有觉得这些表情包都很可爱呢 最近经常以老顽童形象世人的92岁前首相敦马哈迪 今天推出了十款以他为主的逗趣GIF动画贴图 让网友在社交媒体聊天时分享给朋友 这些贴图一推出马上引起网民的转载